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港招生处 面试评分一步到位 手续简单方便 而在RICC毕业的学生 更有90%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那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 雇主担保 专业自雇 创业移民 政府监督 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 了解每位客人所需 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 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的梦想 查询热线 2757-02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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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请问铁蓝 你有去过越南吗? 有没有遇过越南人? 越南人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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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香港有过越南人 有些人也出来了 很多人出来了 因为我以前认识一些师兄 所谓的师兄就是那些情教署 他里面的手 那些越南人的样子 那种眼神那种凶 凶寒 不是凶寒 就是凶寒 那种邪恶 哦 邪恶 是的 邪恶 他们也不是相涯的 但是走出来的 那些应该是南越的人 不是北越的人 两人都有 主要是南越 但其实有些北越的人 因为里面应该有些针 他们今天 为什么我们要看 今天讲这个话题 就是电边虎战役 越南打法国 那时候都挺出名的 但我相信现在的人 就不太记得 是的 那为什么我提起 刚才那件事呢 因为我都去过越南 就是以前 那个名称叫西贡 深刻叫胡志明市 如果你去到 其实那里的人都很和善 即是胡志明市 是的 那里是越南 但是如果你去 可能河内 就会有些东西 但是基本上 你的感觉就 已经不是 不是好像 我们想象中 在香港我们看到的 哦 即是没有那么凶 是的 尤其是女性 女性 更加是 比较顺 不是说好 越南玫瑰 越南玫瑰 是星病 星病 好 OK 我以为女性漂亮 不是 当然不是 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是环影造成的 即是你无论一个人 如何都好 或者你去到那个处境 以及很多事发生 其实这个人一定会变 是 而且越南人 基本上你的身材 比我们还要单薄 小一点又瘦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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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计算 他近一百年 打过几多个国家 原来法国是很多的 第一件事 就是在十九世纪末 其实他们那个 印之半都已经被法国殖民 其实当时已经有少少的反抗活动 所以就是打法国 是 接着日本人来打日本人 是 是 接着又再打法国 但最劲的就是打美国佬 那美国佬自从二战之后 基本上是输过给 正正式输过给越南 是 其他就要是平手 要是就赢 而且越战对美国整个创伤是很重要 这个创伤到今天都还有 但是接着呢 还有1979年打中国 不是打中国 是给中国打 教训 教训 所以说 中国人的角度叫教训 所以你想想 一个国家 他经过这么多场战争 你真的不得不想想 这个国家的军队质素 应该是相当之高 应该不差 应该不差 今天讲这个题目 就 年份比较1954年 但是呢 其实那个重要性是相当之大 大的地方是哪里呢 就是在二战之后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 就是很厉害的这些军事将领 上次我们介绍过 独眼龙和大雄将军 大雄 越南就出了个武员教 这个也是在二战之后 其中一个相当之著名的将领 他成名作就是这场战役 电边虎之战 由于越南和法国的关系很深 正如香港和英国一样 如果你要看 其实很多当地很多法式的建筑物 他们又喜欢吃面包 喜欢喝咖啡 但是呢 武员教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文明的就是 他专门研究拿破仑 所以那个花名叫做什么 红色拿破仑 但是呢 讲到这个问题呢 我就传了很多资料给铁咸 越南文我就不会看了 但是呢 以中文来说 这场战役 其实就不是武员教的功劳 其实是中国人的功劳 就是什么都揽上身 那当然啦 难道无端说是你叻吗 但是这个有少少事实根据 事实根据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当时派了相当多的军事顾民团 其中主要两个就是陈庚 陈庚将军和韦国清 国清据我所知 1979年他都有份去打中越战争 哦 是一个相当之嫖汉的将领 是 那现在就看中文 其实这场战役的主要功劳 就是中国人 是 所以我们就不可以争了 是 但是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也有以前有些朋友跟我说过 美国和越南打的时候 其实中国有派人去的 是 可能甚至有空军 是 至于说法国这场战 有没有派过中国士兵去呢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估计是没有的 如果有一定一定现在说出来了 那另一方面就是法国人 法国人其实呢 在十九世纪初 全国欧洲都害怕他们 主要是因为 拿破仑 那他擅长些什么呢 拿破仑的招牌是炮兵 炮兵 炮兵 所以这场战本其实都很经典 经典在于什么呢 就是怎么用炮 是 就是两方面都有想过 如何在那个地形里面 用炮兵 是 大家知道 在十十年代 其实炮和今天比 都差缺 但是呢 就是为什么说 梅元甲会研究好很多拿破仑呢 我想相信其中一件事 他研究拿破仑的炮兵战术 是 所以呢 这场战亦也是一个很典型 就是大家都是同一个师傅 那两个徒弟如何发挥呢 就炮了所一场 但是大家都知道 法国人很适合 就是特别是在这个战场上 其中一件事 这场战最经典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将领 即是现场指挥的 那个身体被人俘虜了 是 坐牢 是 是 那么那个人呢 报阵是怎么报法呢 是 他是报了整二十几个据点 是 那是以他的情虎命名 情虎命名 是啊 我不得意 是啊 真的 这个位置叫什么名字 那些法国人就 噢 这个叫Gabriel 这个是Batrius 原来茶果就是 全是这个将领的 的情虎 的情虎 你也看见到法国人 挺浪漫 挺浪漫 是啊 是啊 大家如果将来要打仗 想想想想 那要先扣女 先扣女才会打仗 是啊 不是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 就是这些戒女的 戒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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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已经打过了 是 二战之后 他就奉命去引之半岛 是 那在这一场战里 亦都是跟北越人打 断了手 是 即是手伤了 他回去医的时候 怎知道 是戒女专家 戒女专家 但是不用麻醉 不夸张 那不比关文祥 是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后来在战场上 由于他 有人问 他是整件事的 臨场指挥 是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总指挥 那个臨场指挥是炮兵总指挥 哦 即是说 这场战用炮打成如何 事前有人问过他 他又行 有得打 有得打 而且会赢 结果到最后 他预计的支援是全部 那他怎么做呢 他在自己的据点上 用手楼滩自身 哦 很悲壮 是啊 很悲壮 是啊 那这个就是他 即是那时候 那个 即是那种 他们那个士兵 那些 对自己的期待 但他没理由 没理由期待 有支援的 不 等一下这个就要你说了 因为为什么要认为 那条屎子轎出来 是这样 就 这个大家是不得而知 因为 最大的疑问是什么 就是 现在这个呢 就是找到他那个 呃 呃 是 即是他拍胸口 是搞定的 但结果到其实是搞不定 那都不是很关他事 他其实他分析 或者他策划一场战争的战术的时候 那就是要收封 那收封 没办法 是啊 他都不会知道 你面对的 不光是越共的 你又要面对中共 他们当然不知道 是咯 当时他们不知道 当时他们不知道 当时就估计 越南人就很流的 是咯 他真的流的 你打了 一样战争 其实法国佬和越南佬打了八年 头四年 基本上越共是 只是打游击 是啊 不是很敢跟你打这个团战 是啊 是吧 不会打过一万人的战争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打 是啊 他就万几个人 万几人 对对方就几万 对面对面 如果你说对越共的当时 在法国收集的情报 是只有一个强步兵师 大概一万人 法国佬自己都一万人 还有空军 对方 他最重要的是 他其实是法国的精女 特别是散兵 铁林也会说过 整个部署 之前部署 以及临场发挥是如何 根据这个资料 是会赢的 事前估计是会赢的 是的 后面看到这个 就是自杀 这个自杀 这个呢 就是那个暴震那个 就是找程库的名字 就是这里这里这里 之后他打输 就坐牢 所以既然在日内亚国协议 交完政府回到法国 而且得享高手 80多岁才死 也有另外一个事件 就是 当他被围的时候 铁林会说 怎样被围 其实有些在外面 那外面是怎样呢 就是他们空投那些物资 他发觉到 这群没有被围 这群没有被围 这群被被围 那些物资 这群没有被围 这群没有被围 其实多数投给了敌方 剩下一些 就自己有立牌 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是因为 其实他有很 可以说是集牌军 刚刚我们说的 有法国的精锐 精锐主要是法国散兵 另外就是摩洛高军队 以前是法国殖民地的军队 就是黑人 也有南越自己亲法国的 極干团 就是个月间 所以打起来 其实大家 那个组合未必太理想 但反过来 北越那边其实挺齐心的 而且他们的伤亡人数比法国人多 即是他们是以人命去换 不是每次都是这样 发觉你打 即是黏得共产党的战术 基本上是人海战术 即是他们不怕人命牺牲 你不怕人海战术 因为人多打你人少 毛泽东有说过 他说这种打法叫什么 他叫做超灭战 他说打超灭战是最舒服的 即是不用那么老 我可能五个人换你一个 但也有好处 但整件事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当时发觉会猜错 猜错的原因最主要是 他们猜不到北越 会推到一些大炮 大炮上了山顶 这是整件事的核心 背景是什么 背景就是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日本投降 然后越南 整个越南大部分人都喝了一样东西 法国当时你投降 你闪 你没理由回来 那就独立 大法国不肯 大法国不肯回来 其实都有一样东西 就是要人入口 就是美国拿入口 传说是什么 传说是美国曾经答应过法国 如果他们搞不定用 借两支核弹给他 法国后面是美国佬吹水 法国佬就给他 线一锅 线一锅 你打仗的东西都是琴实力的 不要靠支援 不要靠别人帮 那些人还不是你国家 是啊 但是发觉其实很狠狠 为什么呢 在战后 其实你自己的经济已经不太好 1945年之后 其实那几年大家都压力 欧洲压得很惨 但是你还要打一场仗 是吧 为了自己的殖民地 还有你那个基本上 好像如果我没有记错 因为是一个左翼政府 但是就听信了这个美国佬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说法 是吧 还有那些资讯就是错误 是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打输了之后 就是南北分治 是啊 但是跟着 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 为何我们今天讲的场景 就是 因为美国佬看到法国佬犯了一个错误 是 他跟着下来他都犯 就是这个是 如果你的时候看看 是挺难解释的 不是 我们就认了一句 历史是不断 不停地重复的 是 是啊 好了 那我们只能记错你一个背景 但是 现在回来 铁南会讲讲 整件事 就是战争的 始末过程 是